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七集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不过我们就是硕硕复习 那他说不如死之色即灭未幻灵 那因为不如死之故 因为你知道的不正确 就是不如死之 因为你不知道的不正确 所以你就会产生什么现象 会热色 碳色 灼色 注色 他这个就是热 碳 灼 注 热 碳 灼 注 那在阿含经里面描写这个爱 灭爱 他有时候讲两个 也就讲三个 也就讲四个 就是他的生细程度不一样 那魔王的三个女儿 他基本上都三个 就是以碳爱为主 其实我见我爱了 那这里讲的 110经讲的是热 碳 注 注 热是爱乐 赞叹 懒 卓 然后这个懒注 就是注在这个 安注在这个 热 碳 他通常都是有生细程度的 那有些是一样的 那有些是一样的 就是他用不同的形容词 来形容同一个东西 或是用同样的形容词 来形容不同的东西 也有 热 碳 那这个是用不同的形容词 来形容同样的贪爱 那有些是讲层次不一样的 热 碳 卓 然后注 就是懒注不理的 热 碳 卓 这很明显的是 深浅的程度不一样 那这个热很明显的是 这个先爱乐 然后口又赞叹 你喜欢到不自觉的会赞叹 那个喜欢的程度就比较什么 比较深 那你会懒注 就是没有他你会想 失去了他你会想 没有他看不见他你会想 那个就是懒注 懒注到一直想一直想 那个就是注 基本上它是层次不一样 那这个在其他的经典里面 它有时候叫 它就叫做爱乐 乐就是爱乐 这个是 在中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爱乐 赞叹 这个是赞叹 赞叹 酌是懒酌 酌是兼酌 這個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 這個在中201 中2014 我看這裡有沒有辦法對照 這個在阿岸經不知道哪裡啊 等一下我再找看看 一樣 他阿岸經裡面有時候做這樣的翻譯 然後另外做 有些講愛樂 一樣愛樂 愛樂增進廣大生長 有些寫愛樂 增進 就進一步了 廣大 又更廣了 然後增長 增長 然後有的這個是在 在102月 前面 我看第幾經 就在前面 我看第幾經 61經這邊 我看這第幾月 61 前面翻到61 61經 61經 99 52 57 58 就前面而已 61 在118月 那邊 有 Alabama 6170 六十一經的中間那邊 這就是這個 攝四柱 攝攀緣 攝 有沒有 攀緣 有沒有 第二段 第3 1 2 3 4 第4段 六十一經 看到嗎 佛告比丘 魚吃無聞凡夫 魚吃凡夫 無聞眾生 有沒有 然後有四四柱 攝攀緣 攝愛樂 增淨 廣大生長 瘦祥型是攀緣 愛樂 增淨 廣大生長 它有這樣的 它有這四個 基本上是愛樂 增淨 廣大生長 有這四個 好 那另外 愛樂 增淨 廣大生長 另外還有做 愛樂 讚嘆 細卓 主 愛樂 讚嘆 細卓 主 愛樂 一樣都是愛樂 這個愛樂基本上都沒有變 愛樂 然後讚嘆 就有很多種啦 那麼 雖然是同一個人翻譯的 因為它在不同的時間翻譯 它可能做不同的說明 但是都在說同 愛樂 讚嘆 大家可以對照 那麼 細卓 它其實是講的 這個名詞好像不一樣 它其實講的是一樣的 然後 柱 它都講柱 柱就是安柱 這個在第幾頁 我看一下 121 在後面這幾部經 121 在128經 128經在第幾頁 在後面 現在這裡是128經 123 後面幾月而已 127月 127月的128經 我們來看 有沒有 它講 魚吃無聞凡夫 不如時之色 色起色滅色妄 社會色理 一樣 前面一樣 不如是說 魚色所樂 讚嘆細卓柱 有沒有 它寫樂 我們這邊是愛樂 那麼就是 貪喜這個色 讚嘆細卓 這個它寫樂 樂讚嘆細卓柱 好 那這個是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它就是在講 那有時候 有的寫三個層次 有的寫四個層次 有的就寫兩個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四個而已 它寫樂 它沒有寫愛樂 如果這裡講 它就寫樂 那其實是一樣 樂 讚嘆細卓柱 另外有一個就是 歡喜 讚嘆 懶卓堅柱 就歡喜 讚嘆 不是 歡喜在這裡 在愛這裡 其實它都是一樣 愛樂 熱 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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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嘆 這裡都是讚嘆 懶卓 建築 這個在哪裡呢 這個在 這很多啦 我只是舉幾個例子給大家知道 292月 這第幾經 在164經 我看一下 164經 我們翻到164經 六路促送的164經 207 我看一下 207 看一下 還沒 207耶 對 207 好 對 207 來看一下 207耶 164到169 有沒有 就前面的 六路促一樣 為 幻禮 如是歡喜 讚嘆 懶卓 堅住 然後後面有個愛樂 正己 一如是說 歡喜 讚嘆 懶卓 堅住 它這裡也一樣 有這四個 好 有看到了嗎 好 那這只是 引用 讓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 在形容這個貪愛 那這種貪愛 其實 就是這種煩惱 這種煩惱 其實它有很多名詞 非常多的名詞 那在部派裡面 它在形容這些煩惱 非常非常的多 太多了 太雜了 所以後來 世青才會把它歸納 減少 減倒到五位 七十五法 那煩惱不知道有幾法 反正就是減少到 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麼雜了 但是你在一節式日裡面 依然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 我們根本也從來沒聽過的煩惱 有啦 但是它的形容 這些名詞我們比較少聽過 那就非常的 這個 有 就是 不怕再形容 這些新的時候 這些新手的時候 那麼 用了很多名詞來形容 那翻譯過來 有時候 這些 同一個名詞翻譯的又不太一樣 各個論詞它翻譯的又不太一樣 或是各個翻譯的這個人 又不太一樣 所以就會形成有一點點雜亂 在這裡就這樣 那你說這樣 有時候會這樣 那我們稍微 稍微讀 稍微就是會想到 那裡是怎麼說 然後你給它匯通一下 其實就 就不是什麼問題 好 那接著看 那是因為講到這個色 慰 那慰卓 慰卓有所謂的 愛樂 讚嘆 懶卓 堅住 它這個就是慰 這個就是慰 慰就是一種貪愛 一種執著 執取 愛卓執取 所以 樂 色 嘆色 因為這個是不如實之 你如果如實之的話 你就不會怎麼樣 你就不會懶卓 我就 我後來學到佛法 我就想起我小時候 我很小時候 我們常常玩那個 玩那個玻璃的彈珠 你知道嗎 還有橡皮圈 還有一種 你們大概也差不多跟我年代 或比我更早年代 就是有那一種紙牌 有沒有 他就收集很多那一種紙牌 那紙牌 然後 為了這個紙牌 跟人家打架 為了這個彈珠 跟人家打架 然後收集了越多就越有成就感 那長大你要給我 我也不要 真的 就想起来 那個時候怎麼會那麼執著那個東西 那個又沒有什麼 完全沒有什麼利益的東西 可是你就覺得 你永遠的比別人多 是一種驕傲 然後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可以為了那個跟人家打架 就一個彈珠 你給我偷兩個 或是你給我 你騙我三個彈珠 或幾條橡皮圈 或幾個紙牌 就要跟你拼命了 就因為受傷也不行 這很奇怪 後來再來看 那個也是一種畏啊 畏著啊 你知道嗎 那你就知道 你所執取的東西 並不是真正 並不是真正可以利益你的東西 沒有啊 現在給你你都不要啊 假設你解脫了 你就會發現 你在世間執取的東西 你蓋給你你也不會 你是不會那麼想要的 就好像 就好像這個 一隻貓頭鷹 牠看到老鼠 就好像我們看到黃金一樣 等到老鼠鷹變成人的時候 牠看到死老鼠牠要都不要 對不對 那我們在生到天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覺得 這些世間的人 真與此 都執著那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如果你生到天上 天上的很好嘛 就好像 我以前看過一個紀錄片 記載一個北韓的 從北韓逃到南韓的人 他在逃亡的過程中 看到一個寶特瓶 寶特瓶在那邊 是非常稀少的 而且很好用 所以他在逃亡過程中 看到那個寶特瓶 覺得很珍貴要去撿 你再說不要撿 那個到處都有 丟掉了寶特瓶 就是說 因為你所在的地方 或是你的果報 你所執取的東西 很多其實是 就是你所貪愛的東西 愛樂 讚嘆 懶卓 堅住的東西 其實你不如死之 問題是你不如死之 所以你就會表現出 對那一種 貓頭鷹愛老鼠 老鼠愛大米 人愛這個武藝 一樣是這種東西 那麼你就會發現到 從天人的角度來看人 從人的角度來看動物 然後從聖者的角度來看凡夫 一樣是這樣 所以我常常想 我為什麼以前 奇怪那些紙牌 有什麼魅力嗎 沒有啊 還有一種主意 你知道嗎 那個叫什麼 用塑膠做的 它做的什麼形狀那種 小時候都玩那個 然後就覺得 擁有那些東西 就好像人擁有金銀財寶一樣 擁有車子房子一樣 不曉得為什麼那麼執著 後來再回想起來就是 那我現在執著是什麼 我小時候是執著這一切 那我現在是執著什麼 它能夠讓你看清楚 那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道理呢 一樣 那我要怎麼辦 一樣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最好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如實之 如實之你表現出來的就是 你這種比較 我們叫做自在 因為你不如實之 你就會被欺負 你染著這個 愛娶這個 你就會被這個欺負 你在意這個 你就會被這個欺負 那麼久了久之 你在意的越多 你染著的越深 你欺負的越重 綁得越深 就算受苦 你也不以為一 就很簡單 你甘願被綁 寧願被綁 還怕綁得不夠深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因為不如實之 所以它顯現出來的就是 你對世間這一些無常 就是它很快就沒有了東西嘛 至少你這一輩子擁有 那我們就會覺得 那麼我就是只是要這一輩子擁有啊 我也甘願啊 對不對 就是變成這樣 那因為這樣 所以你因為這樣 你就常常要輪回 當然你有苦有樂有苦有樂 那就這樣 不斷不斷 一次又一次 從日出到日落 就這樣 一樣 下一次的日落 日落又等待日出 日出又歸到日落 日落又到日吃 就這樣 從生到死 從死又生 從生又死 那在生死之中 就發生很多事 從太陽出來到太陽下山 這中間發生很多事 就這樣 那就每天每天這樣 每天每天這樣 那大多數不由 大多數不由得自己的 少數是自己 可以想起 隨心所欲的 但多數不是 多數不是 多數是被推著走的 業力推著走的 只有少數是以怨力自己走的 真的 我們看看我們這一生就知道了 所以應該要好好的 你要看清楚這些 不要被這些欺負 知道 知道 知道你應該要做什麼 知道你應該要捨掉什麼 應該要擁有什麼 那麼我們捨掉的 都是 聖者想擁有的 我們擁有的 都是聖者想捨掉的 你好好想這些東西喔 我們不斷追求的 其實是聖者不追求的 聖者不斷追求的是 我們不屑於擁有的 就好像慈悲 我們覺得氣如必行或是 不太在乎他的 就是我有沒有慈悲 對 慈悲於別人 我們不是那麼在乎 別人有沒有慈悲於我 我才在乎 對不對 這種東西是這樣嘛 但是實際上 如果是一個修行人 他有沒有慈悲於人 是他在乎的 別人有沒有慈悲於他 他不在乎 真實的修行是這樣的 別人有沒有得利益 是他在乎的 自己有沒有得利益 他是不在乎的 因為他知道 如實之 整個因果他是這樣的 那 所以 多數的人 取聖者所不取的 只取聖者所不取的 貪愛聖者所不貪愛的 凡夫啦 所以他會分嘛 於次無文凡夫嘛 那跟多文 智慧聖帝子嘛 那差別在哪裡 如實之跟不如實之 如理思維跟不如理思維 差在這裡而已 你沒有如理思維 你就不如實之 不如思維你就不如理思維 不如理思維 你的行為就怎麼樣 不如理 不如法 就是行為就不如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因為思維不如理嘛 行為就不如法嘛 所以政見政思維 如果沒有正見政思維 他就沒有正與正業正命 就行為啊 生活啊 就不如法不如理啊 就這樣 那因為他不如實之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從哪裡來 沒有多文 沒有多文 如理思維 他就這樣啊 他就這樣一個循環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 所以因為 如果你不如實之 那麼你就會 有一個現象 愛樂 讚嘆 懶濁 堅住 那麼什麼 武運 對這個身 其實他講色奏想行事 其實就是武運了 就是對這個身心 以及身心的世界 對這個身心 以及身心所相關的世界 那麼產生愛樂 懶濁 這個讚嘆 愛樂 讚嘆 懶濁 堅住 產生這樣的 那麼每一個人都有 凡夫都有 不可能沒有 但是 深淺有差 有的比較深 有的比較淺 那麼持續的時間 長短有他 有的愛樂心生起來 一下子就不會了 不會再繼續增上 那有的會繼續增上 那麼 而且再終受苦 他還是繼續增上 越苦就好像 被那個繩索綁住 越掙脫越苦 那個繩索越緊 但是他不知道 不可以這樣 所以越掙脫就越緊 像我們溺水也是一樣 溺水你越緊張 越要往光的地方走 越往下走 你只要放輕鬆 他自然浮上來 但是大部分人害怕 那一樣 你越害怕失去 你越容易失去 那一旦失去你就越害怕 下一次就抓得更緊 那抓得更緊 就更容易失去 所以你就一直在苦裡面 那這是一個 我們很常看見的 很常看見的 多數的人在苦 你觀察 你觀察 你就會發現 真的是這樣 不如實之 所以怎麼樣 愛樂 讚嘆 染灼堅住 然後就一直在苦裡面 那你再回頭過來看看自己 然後這樣想 想久了 如理思維之後 一旦你有這種境界深情 你馬上 因為你想得很深刻的話 那個法馬上會陷起 如果你想得不深刻 偶爾想 那就不會 如果你常常想 常常想 就好像你常常看這個人 常常看這個人 偶爾哪一天 在哪一天看到 你在這裡 那你偶爾不知道 就算人群中看見 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佛法也是這樣 常常想 常常想 有一天境界陷起來了 你就知道 哎呀 那個法就跟著誰陷起來 促俱身受想失 那個促就俱身什麼 俱身佛法 佛法的受想失 就這樣 那所以你慢慢 慢慢慢慢就是 常常想 常常想 如理思維 所以要塑塑思維 如理思維 專精思維 一定要這樣 那麼久了之後 你遇見什麼境界 你看見什麼境界 通常就兩種 通常是兩種 一個就是你看見的 發生在你身上的 發生在別人身上 就這兩種 你遇見的 你看見的 或是你聽見的 你沒有遇見 但是你聽見 誰因為什麼樣是受苦 或是你看見 誰因為怎樣受苦 或是自己受苦 或是別人受苦 或是你有看見 或是你有聽見 好 那麼在這個境界裡面 你就要開始起佛法思維 我告訴你 修行真的是這樣修的 你如果不這樣修 你的佛法 只有在上課的時候有 那個沒辦法 就好像吃飯一樣 吃飯當下有力氣 吃完飯之後就沒有了 不是 那個力氣會保持著 你吃完飯它正在消化 消化力氣慢慢慢慢 然後營養就慢慢出來 剛吃的時候 只是指那個雞而已 真正的營養是在吃完之後的消化 提供你一天的能量 那個是吃完之後的消化 吃飽了 並不是營養足夠了 不是喔 能量足夠不是 它正在消化而已 所以吃飽了只是指那個雞而已 就是解決這個飢餓感而已 問題還沒有解決喔 真正解決是你把它消化完了 變成營養 分送在你每一個細胞裡面 提供你一天的能量 是怎樣 那麼我們學習佛法也是這樣 學習佛法是解決你不如時之的問題 那你知道了 那麼常常起作用 常常起作用 不斷消化 不斷反除 不斷反思 它就常常產生力量 那麼提供你 你時常學習的佛法 就提供你這一生生命所需的智慧 是這樣子的 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沒有可能就是 就好像餓了很多天的人一樣 但是你所聽聞的佛法 你要常常意念在心 所以要正念正知嘛 正念其所知 就是你所知道的佛法 如此之的你要常常意念 常常意念的要理解它的道理 然後常常思維 所以常常講我文法後 讀一進出專精思維不放一注 不都是這樣講嗎 就是聽只聽一次 聽只聽一次 佛法講一次 但是這一次就讓我 說說思維 就好像你一天 可能只吃一餐 或是從早上到中午只吃一次 但這一次就提供你 從早上到中午的能量 消化碗沒有啦 中午又吃一餐 晚上又吃一餐 有得吃兩張 有得吃一餐 那不一定 有的動物一個月才吃一次 像蛇的話 有時候半個月一個月再吃一次 有些動物啦 那牠吃一次 但是都提供牠一個月 但是牠就慢慢裡面消化 慢慢裡面消化 看牠吃多吃少 你也是這樣 那你如果吃 你如果吃的消化得好 甚至你只聽過一次 你只聽過一次法 這一個法就讓你一輩子受用不盡 所以一個次劇劇就怎麼樣 功德很大其實是這樣的 一個法劇 就是你這個法 你就通達其他的法 那就讓你受用不盡了 取之不解用之不盡的東西 類似像這樣 大多數的人要受受思維 要多聞熏喜 多數的人是要這樣的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 那因為你不如時之 就會產生貪稱吃的現象 那這裡講的是貪 這裡講的是貪 那稱也是一樣 稱是由貪不到而來的 那吃是由不如時之而來的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你就會產生 愛樂 讚嘆 懶卓 兼注在色法上 身體上 這個色是色作小形式 就五韻啊 就是身心啊 那懶卓 貪愛 身心 它是什麼一種狀況 就是自私嗎 很簡單嗎 就只為自己想啊 真正就是這個道理啊 就是這個道理 自私自利 那麼這個就是愛樂 讚嘆 懶卓 自己 愛樂 讚嘆 懶卓 兼注自己 只想到自己 這個就是兼注嘛 凡事只想到自己 凡事只想到自己 凡事只為自己 那麼這個就是 愛樂 讚嘆 懶卓 兼注 色受想形式 五韻生性 那因為這裡是分開寫的 色受想形式 很容易讓我們 就是不知道掌握那個根本要義 就是我們會以為 就射 懶卓 射 射 怎樣 那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五韻生 就是我 就是我們就說我愛 我見 我慢 我吃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基本上是這樣 好 所以它說 因為你貪著這個五韻 那麼懶卓 讚嘆五韻 懶卓五韻 兼注 就是愛 懶愛 而不捨 不離 堅固 堅持 相訊的愛懶 這個叫注 這個叫注 相訊 堅持 兼顧 那麼的 這種貪愛 所以就取 你就會要站為 就是你貪愛 你就想 一直在自己身邊 取 就愛 愛之後就取 直取 愛是一種心 愛是一種心而已 取是一種行 當然也是一種心 但是它就變成化為行 就是要去擁有 取有 那麼當取的時候 緣取就有 你就會造作身心 未來的身心 這個有 當下的這個有 也是有 未來的有 也是有 潜在的未來 因為你未來的這個五韻身心 是由現在的 現在這個五韻身心去累積的 未來的五韻身心 就未來的潜在 就是有 愛取有的有 是未來的潜在 還沒有存在 但是未來會有 那是因為你現在就不斷在累積了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 緣取就有 緣有就什麼 就有生老病死 就五韻 所以它告訴你 你當下五韻身心的苦 正在累積未來五韻身心的苦 這個就是要你如實知 你的苦怎麼來 你現在的苦是怎麼來的 你未來的苦又怎麼來 那講完這個重點是 那我現在要怎麼做 你過去有苦 它是怎麼來的 你現在有苦 它是怎麼來的 那你未來還會有苦 它又怎麼來 為什麼 過去也這樣苦 現在還是這樣苦 未來還會這樣苦 好 那我要怎麼樣 才可以在未來 在現在不再受苦 就講這個問題 所以 就有什麼 緣生老病死 悠悲難苦 這個就是八苦 這個就是八苦 五韻身心 本身是苦 這個苦 會形成生跟死 生跟死之間 會有 怨政為愛別離求不得 它就是悠悲難 所以求不得就老 那愛別離就悲 怨政為 怨政為應該是老 那求不得 愛別離 怨政為 可以這樣分 就悠悲難 那如是純大苦俱生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苦 各式各樣的苦 在你這個五韻身心 在你的生命 基本上我們這個生命 主要是包含兩部分 就是生命本身 跟生命活動的生活 基本上就是生活跟生命 那這五韻身心本身的現象 它就是一種生命現象 這種生命現象 從生到死之間 我們就叫做生活 生活 那麼生命的活動現象 那這種生活生命當下 本身的苦 那基本上就不離開老病 死 怨政為愛別離 求不得 從生到死當前 就有這些苦 那種種的愛別離 種種的怨政為 種種的求不得 非常非常多 種種的病 當然病就幾百萬種 那這個病生完那個病 那個病生完那個病 那老也是這樣 老就比較沒那麼複雜 但也是有 那生我們比較沒有體會 就老病死 那怨政為愛別離 求不得 各式各樣的人 這個人剛剛走了 那一個討厭的人又來了 這個喜歡的人要分開了 那個喜歡的人又要分開了 就反轉 反正一輩子都在經歷這些事 一輩子都在經歷這些事 像戰爭來的時候 就很多苦都同時降臨 不但是怨政會 來的人不是應該要來的人嗎 敵人嗎 那麼戰爭會迫使家人 欺離子散 然後這個就愛別離 然後希望得平安得健康得安定 求而不得 連吃都吃不飽 然後如果又有病 或是因為這樣生病殘慰 反正就所有的苦同時降臨 那就更苦了 那人還好 如果在地獄 那就不用講了 畜生道也是 惡鬼道也是 不是一時兩時 不是一年兩年 不是一百年兩百年 不是一種兩種 如果我們最大的苦是 好像是十幾 他們可能是一百幾 就是那個層次就更苦 可是他也沒有辦法脫離苦 他沒辦法脫離 他佛法也很難入心 三二道的佛法是不能入心的 就算他知道他也沒有能力 他也沒有能力運用那個思維 他很難如理思維 他很難如理思維 真的 沒辦法 偶爾偶爾非常非常少 可能有幾個 大部分很難 人才比較容易 天人沒有苦也很難如理思維 不容易喔 不容易喔 真的 所以人是比較可以如理思維 如實知的喔 真的 那如實知還能如實修行的 我告訴你 更少 更少 但是因為少 所以民族珍貴 那每一個人都背負著 要利益其他人的義務 就是說因為這樣的人不多 所以我們應該要發願成為這樣的人 真的 把自己當作一盞燈 作為眾生的明燈 指引那些迷茫的人 溫暖那一些受寒受苦的人 應該要這樣 這個就是菩提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因為這樣才會產生不斷的受苦 叫做純大苦俱生 這個苦那個苦 同時有好多的苦 如是受想形式 亦如是廣縮 世民有生即去到 世民有生即去到 那我們把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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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一點點比較不清楚 把它合起來看 五蕴 五蕴 那麼 比丘有生即去到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生 生起 有生 這個就是五蕴生 當之即是苦即去到 所以我們說這個有生就是有事之生 就是五蕴生 那麼一般的論詩 講的就是有撒迦也見的這個生 五蕴生 那麼就是苦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這五蕴就是苦 其實它就是苦而已 簡單再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會有苦 為什麼我們要受苦 要受這種苦 為什麼我們要不斷的受這種苦 就講這個 然後再告訴你 佛法不純粹只是讓你知道苦 它最重要的還是要告訴你怎麼離苦 這個才是根本 像哲學也告訴你 這個生命是苦 但是它沒有能力叫你離苦 那有些宗教它也告訴你這個是苦 那你只有忍耐也不對 不是 如果只能忍耐的 那個不是佛法 它一定可以解決 因為有云有緣世間疾 下一個是什麼 有云有緣世間滅 它一定可以解決 滅除 因而有生疾滅到 所以重點在這裡 但是你要知道滅苦 你一定要知道苦因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苦因你滅不了苦 你不如實之苦因 苦是怎麼形成的 你沒有辦法滅苦 那所以就好像地震 大家都以為地牛翻身 所以就用一個 用一個什麼 做一個什麼 來讓這個地牛不翻身 那其實不是 你要做的不是用什麼儀式 做什麼吉祥物或什麼震 震地震的物 或是持什麼震地震的重 不是 你要做的就是 在建築的時候 要有抗震的能力 其實就是這樣 那個水災 不是那個水神在作孽 不是那個龍王在作孽 你要做的就是 要疏通水溝 要種防護的森林 你不要讓那個水土保持做好 你要做的是這個 那你如果不知道 水災來了 你就祈求水神 祈求龍王 祈求上帝憐憫 你一輩子也要擔心受怕 然後用人 用玩偶 用動物去祭祀 去摘天去祭天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用盡了種種方法 都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地震死了很多人 所以你就趕快辦個法會 結果一百年內沒地震 可是那個地震 是一百年才發生一次的 那你就覺得這個有效 有效期限一百年 不是 根本沒關係 根本沒關係 所以一百年後還要去世 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很多人就這樣認為 因為他不知道原因嘛 他猜想嘛 那我們很多受苦的時候 也是會這樣 也會猜想 我會猜想 然後 可是很多都想錯 很多想錯就做錯 還自以為是對 因為後來就沒再發生了嘛 沒再發生 並不是因為你做的對 是因為 你的業就發生過一次 它就沒有再有 那你必須再累積累積累積 才會再發生 他的能量還在運輯 可是因為你不知道 你就無形中又再累積 下一次發生的機會 下一次發生的能量 然後又發生了 你就覺得 那又要開始來做祭祀 又要開始來念了 肯定是因為我不用功 不是 不是這樣 所以 這樣的一個觀念 你如果沒有建立的話 你會發現多數人的修行 都是忙羞下令 忙羞下令 不如時之 不如礼 不如法 不如時 不如礼 不如法 不如率 通常是這樣 真的 那所以 學習佛法 要更有智慧 智慧就是 如是知 好 那么知一定知自己的身心 身心现象 自己的身心现象 不离开苦乐现象 苦跟乐 你执着这个乐也是吃 执着这个苦也是吃 不知道为什么会幸福 不知道为什么会辛苦 都是于吃 因为不知道 所以叫做无名 所以叫做不如实知 或是知道的不正确 不是这样你以为是这样 那么因为不是这样你以为就这样 你就会不应该这样做 你就是坚决要这样做 然后之后又受苦了 又受苦了 那么你就怪佛法不灵验 就变成这样 我看过很多这种情形的 那其实不是佛法不灵验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是你不如实知 你知道的佛法不对 人家不是这样讲 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做 你不是 你就认为这样就是这样 意思 这样意思就是这样做 这样做下去 结果得不到校园 那你就觉得不灵感 佛法只能听一听 你不要当真 就变成这样 佛法是拿来学习的 不是拿来用的 很多人有这种观念 很多人有这种观念 学习佛法很好 很清凉 但是不能用 那世间 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 佛法是很好 但是在世间要用世间法 真的 用佛法只是自寻苦恼 比如说我们要慈悲 对啊 这个是佛法 可是对于那些不慈悲的人 你用慈悲糟蹋自己 世间人就要用世间法 世俗人就要用世俗法 烦恼人就要用烦恼法 我告诉你 这个是很多人的观念 佛法不能用 看人用 不要常常用 真的 真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就不叫做佛法 对不对 佛法是看人身上在用 看时间在用 看地点在用 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时候用 那这个还叫佛法 佛法是一切实 一切地 一切人 都可以用的 都用得上的 用了绝对有利益的 可是我们多数人不是这样想 真的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想 佛法是很好 但是世间人要用世间法 世俗人要用世俗法 烦恼人要用烦恼法 所以那个佛法是对有佛法的人在用 不是这样就不是了 这样不是佛法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所以多文圣地子 如实之 色极灭未患 跟刚才那一经 没有 我们现在还是在讲110经 那么如实之色极灭未患 你如实之故 你不如实之 你就会有烦恼现象 烦恼现象 这里是以贪爱为主 不如实之就是吃 那么有贪就有成 这就是贪先吃的 你就会有那种 爱乐 赞叹 懒卓 坚助 其实我们用世俗话来讲 就是凡事只想到自己 凡事只为自己 那么这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 我及我所 就是我及我所 我爱 我所爱 就会造作很多很多的过关 所以就一色不乐不战 假设 假设你如实之 那么极灭 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 它怎么样 它的关键在哪里 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去除 彻底的去除 你知道了 那么你这个本来 为就是你原来 欲戒众生本来就有的 烦恼 于此无分凡夫 本来都有这种特质 就是为 为主 其实就是我爱 我见我爱 本来就是这样 那你就会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你能远离 因为你知道它过患 你知道它的过患 你就能够远离 那你能够远离 就好像赌博 抽烟 喝酒 那么这一些 你知道它过患 你能够尽量远离这种过患 那渐渐渐渐渐渐渐 你的烦恼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保 越来越轻 那之后就能够断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叫做未患离 如此之故 因为你如此之 就不乐 不叹 不拙 不住 所以我们这样 向善向上 向解脱 用来检验自己的烦恼 是增加还是减少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要常常观察自己 烦恼的程度有没有减轻 烦恼的时间有没有缩少 缩小 就是从多到少 本来烦恼一个小时 现在烦恼五十分钟 减少 烦恼的时间有没有减少 烦恼的程度有没有减轻 本来要骂人的 现在不骂人了 只骂在心里 不骂出来了 这已经减少了 本来要骂一个小时 现在只骂半个小时 本来骂得很苛刻的 现在不会了 要保留一点 下手比较那边就撞了 烦恼的程度有没有减轻 烦恼的时间有没有减少 烦恼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烦恼的时间有没有缩短 烦恼的次数有没有减少 用这样来检验 自己的烦恼有没有 自己学习佛法有没有向上 向上 向解脱 因为有烦恼就不能解脱 没有烦恼就能解脱 烦恼越多离解脱越远 烦恼越少离解脱越近 烦恼越少越是向上 烦恼越多就向恶跟向下 很简单就是这样的道理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对这个五蕴身心 不再那么爱乐 赞叹 烦恼 坚持 那这个表现出来 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就是 比较不自私 比较无我无私 比较为人着想 而不是为自私 那五蕴就是自己嘛 五蕴身心就是自己而已嘛 比较为自己着想 比较为大众着想 那么当然你正为自己着想 就是所有人都好 你最好 所有人都好 都不好只有你好 那你肯定会不好 你肯定会不好 如果所有人都好 只有你不好 那你肯定会变好 真的很多东西是这样啊 那么所以 不叹 不着 不住 不乐 不叹 不着 不住 故彼色爱乐 就会减少 减少减到最后就没有嘛 很简单就是这样 所以爱乐灭则取灭 那你就 你那个爱乐的心没有 你直取的心就不会有 你以前看这件 就好像我想我小时候 对那个弹珠 对那个纸牌 那种爱乐 那渐渐渐渐 有更好的你就不要了 我是今天长大知道 那个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就不要了 那么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是换而已嘛 你只是把纸牌换成钞票 然后把那个弹珠换成珍珠 就是这样而已啊 那你直取的心是一样的哦 你只是换东西直取而已 但是慢慢慢慢 你就是把这个直取的心没有 你要看到你所有一切爱乐的心 不是你不爱这个爱那个 不取这个取那个 那一样 那一样 就好像猫头鹰直取那个 直取那个死老鼠 然后等他长大了 那么不是 等他下一辈子做人的时候 他直取的又不一样了 等他生到天上 那直取的又不一样了 就算生到色无色界天 他一样直取那个什么 那个定径 那个喜乐 一样 直取就是爱嘛 不离开我见我爱 但是你能够渐渐 让你所直取的东西 变得比较少 变得比较好 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你还是有直取 但是你直取的这些东西 过犯比较少 就好像你爱吃 你爱吃这个 简直简单来讲 你对食物 对好的食物有贪爱 那么总比你对毒品有贪爱好 真的 比如说你喜欢抽烟 抽烟比较不好 你喜欢嚼口香糖 那好一点点 他还是爱 但是那个过犯不会那么深 类似像这样 你喜欢喝酒 换成喜欢喝咖啡 好一点 喝茶喝咖啡 好一点 那个过犯不会那么深 所以通常就是让你提升 慢慢提升 那么因为你的执着 比较没有 过犯没有 因为过犯你执着那些 比较不好的 它会有后遗症副作用的 比较大的 它除了本身烦恼是障碍之外 爱取本身是障碍 爱取这个带来的后遗症过犯 会是一个大的障碍 就好像你喜欢喝酒 现在不爱喝酒 但是因为喝酒形成的肝硬化 就不是那么容易取得 你喜欢吸毒 现在不吸毒 戒毒 但是吸毒造成的身体的现象 不是那么容易复原的 所以但是你喜欢喝咖啡 那以后不喝咖啡了 那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应该让自己 你要说我们完全不懒着 那比较不可能 老实讲 比较不可能 但是你就是要让自己 懒着的东西减少 层次提升 最好的就是 我们不能不爱 不能不娶 那就要爱什么 那叫爱佛法 其实就是这样 爱学习佛法 执着就执着佛法 那懒着会比较 他还是懒着 但是这个懒着好一点 真的就是这样 从这里开始 这个就是好的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如果你如实之 你对这个五蕴身心 就不乐 不叹 不着不住 那因为这样 所以你这种爱取的心 渐渐渐渐渐就会没有 那没有爱取的心 哪来的生老病死 又被苦恼 没有 没有 你不造业 你不会随业受苦 不造恶业 不会随业受苦 不起烦恼 不会造恶业 如果你已经不起烦恼 不造恶业 你还受苦 那是因为你过去的业成熟 在受苦 受苦完就没有了 你也如实之 你也不会因为这样受苦 不会 不会 所以 讲缘起 你看四地缘起 极跟灭 其实这里几个灭 就是四地苦极灭道 那苦就是这个生 有生极就是苦极 有生灭就是什么 苦灭 其实就是苦极灭道 那道在哪里 道就是不爱 不乐 不叹 不着不住 道是哪里 你为什么可以不乐 不叹 不着住 是因为你未患理 知患 知其过患 如实之起过患 如实之 如实之 只取五蕴身心 我爱我见的过患 如实之 不只取五蕴身心 没有我爱 没有我见的功德 如实之 所以他一定有两个 你如果有 你会有什么苦 你如果没有 你会有什么功德 所以你 因为有什么功德 因为你就 你就会灭一切的苦 老病死又被脑苦 所以射受想行事 亦如死 射受想行事 都是这样 所以叫五蕴 五蕴身心 世民有生灭 道激 道激就是方法 就是告诉你 关键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解决方式在哪里 这个知道了 才有功德在哪里 那我们说 我们都不知道苦 不知道苦因 不知道灭苦的方法 那么就 诵经念佛 持咒 拜颤就会有功德 哪里有 你都不如实之 这个颤是在拜什么的 这个佛是在怎么样念 为什么要念佛 怎么样念佛 用什么方法来念佛 为什么念佛可以灭罪 你这个都不如实之 你也知道念佛 就可以灭罪 知道持咒就可以灭罪 知道拜颤就可以灭罪 因为不如实之 所以这些功德 不会生起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极跟灭都一样 苦极苦灭 所以这个是苦灭道极 重点在如实之 未患 如实之后 就会有一种未患理的现象 一定会有患理 知其观理 一定会有理的现象 理苦的方法 就是不爱乐 不赞叹 不懒着 就是理我爱我见 很简单 就是理我爱我见 所以事故说 有生灭道极 早上就讲这一部经 我们下课 不是 批识 旅行 谢谢大家